在医院里面 有时候你会听到医院的总机 在广播一些数字 一般的人可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所谓的行话 最常听到你会讲333 555 666 7778 999 那什么意思 其实代表医院里面某个地方 或是全院里面发生一种状况 需要大家去动员去急救人 这里面最常被广播的就是 999 三个9字 什么意思 9 代表说医院通常就是999 999 某某病房第几床 999 餐厅 999 第几楼 厕所都有可能 当有人发现在医院的某个地方 倒下去的时候 这个病人没有意识 没有心跳 没有呼吸 他不可能被等床来 搬到床上再推到急救单位去 所以基本上就就地就要急救 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全院广播 让身上如果现在没有什么 特别重要事情的人 全部赶过去救 他有一次 刚好我在一个楼层 就听到广播999 999 999 某个病房走了 我一看这个病房刚好在我的下面这一层楼 就立即跑过去了 就看到有一个不知道是个病人 因为他的衣服不是病人的衣服 他已经穿一般人的衣服了 然后倒在走廊上 大家护理人员就很慌张 那我是第一个到的意思 对 那去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看 确定没有医生 没有心跳没有呼吸 就先急救 那急救完之一边急救 当然要问这个是家属还是病人 那护理团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个 刚刚办好出院的病人 他本身还是个资深的医师 听到这个有点这个 背景也让他们有点更担心了 不管怎么样是什么病 他说他是因为心肌恐慎 然后住院做心脑管 他住完大概三四天左右呢 病情基本上是稳定 他本身是个医师 他就不太想待在医院里面 他就和他的主治医师商量说是 能不能早一点办出院 自己了解身体状况 当自己的医生了 他可以回去自己观察 自己去休息 他不喜欢在医院里面 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那主治医师跟他讨论完之后 就好吧 所以如果你自己都知道 你回去要观察什么状况的话 那你绝对来办出院 在我们在急救大概十几分钟 他自己他原本的主治医 心肌的主治医就赶来了 赶来之后我们一边急救 一边想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心肌可以讲说 他的心肌管做得很顺利 做完之后 他的病情恢复的也还好 不过不是讲说顺利还好 就代表一定不会发生事情 这种情况有几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说 他短时间再阻塞 再阻塞之后 他又发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率不增 那这个有可能 那不过那时候 我们已经把电击器监测设备 已经都已经推过了 再推过来 再推过来 接上去了 认为说不太像这个可能性 那如果不是这个可能性 那什么可能性呢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更罕见 就是心肌 我们的心脏血管塞住之后 血管一塞 我们心脏的组织肌肉细胞 它必定会有死亡 会坏死 如果他今天坏死的范围 如果很大的话 他有可能坏死到后来之后 心脏会破掉 心脏会破掉 这种情况会发生 但是机会非常非常小 就是刚刚宝然医师讲的 坐飞机有什么风险 你要不要 你自己决定还不要做 所以像这种的并发症 通常医师在 做心脏管之前 未必会提到 除非你是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 大范围的心肌梗塞 了解 这个病人后来医师在讲说 再塞住 诱发心理不整 机会不大 因为那时候我们监测器 看到它不太像这种状况 对 那心跳那时候 在急救过程里面 就会有一搭没一搭 什么样 一下子心跳 好像要恢复跳动 但很快又没有了 恢复跳动那个时候 心脏的这个跳动的模式 这些波形 我们认为说 它有可能就是心脏 某些组织 可能坏死之后 心脏破掉了 所以那时候怎么办 就尽快联络到心脏外科医师 这个不是例行性手术 要紧急动员 因为病患本身也是医师 也是我们的前辈 很资深戒林退休的医师 那我们就一边急救 联络到心脏外科医师 看能不能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叶克膜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 大概就是叶克膜小组 就出动了 要接叶克膜 或许可以撑过一段时间 不一定 那个年代没有叶克膜 怎么办 我们就讲它 买一点就是 一边急救 开脑房紧急动员 然后进开脑房 然后去做开心手术 不管怎么样 就算是血管再塞 绕到 破掉 能不能缝补 结果开心手术发现 它很不幸 它是一个心脏里面 非常小的一个肌肉 不过这个肌肉 是连接在我们心脏 最主要的一个瓣膜上面 所以那个肌肉 一断之后 那个瓣膜就立即 就失效了 一失效 心脏在跳动 但是血打不出去 所以它就昏倒 直接昏倒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 心肌梗塞之后 它发生了一个 非常非常罕见 非常罕见 但是足以致命的病发症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 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